今天台湾还是受到低压代影响 天气还是不太稳定 中南部东半部断断续续 还是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加上紫外线指数偏高 建议外出活动的朋友 携带雨具备用 并多注意天气变化 受到低压代影响 今天天气较不稳定 中南部东半部地区 有局部短暂雨或雷震雨 而青台电母位于海南岛西方海面 虽然不会对台湾有直接影响 不过外温云性 人会为中南部东部地区带来雨势 尤其今明两天 中南部山区将会明显感受 温度方面除了北部地区 可高到35度外 其他各地最高温 大约在32到34度间 虽然没有下雨 人会感觉闷热 气象局表示 礼拜五到下周一 水气逐渐减少 各地天气将会多云道晴 明天之后到下周一的话 整个台湾附近的水气上 看起来是有比较减少的一个情况 所以预期降雨的情形 跟今天来比的话 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额的状况 各地大陆会转为一个 多云道晴的一个天气 气象局表示 目前位于日本东方及关岛附近的地气压 未来不排除有机会形成台风 至于会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 人在持续观察中 另外气象局也提醒民众 紫外线偏高 外出记得防晒 攜带雨具 记得西安娜岛秀台北市裁判报导